大兄姐妹,大家早晨,多谢主要,经过一个月之后,有机会在这里再一次在空中相见了,这些是很大的福气来的,多谢主要,现在我们整个马来西亚已经进入到RMCO的阶段里面, 我们看到RMCO是其实看到上帝在马来西亚的全国,跟着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医疗系统里面证明到,都是世界的高级的标准来的了,多谢主,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继续帮政府一起合作,注入我们的SOP,跟着勤务洗手, OK,接着就是怎样呢?你需要戴着你的口罩,这些是保护自己,而保护其他人,是吧? 谢主,今天我想帮大家一起来分享,今次的讯息主题是, 作耶稣温柔的手,和快跑的脚,作耶稣温柔的手,和快跑的脚, Be the gentle hand and the sweet feet of Jesus, 所以这个主题其实很有趣的了,希望你慢慢有耐性来听一下以下的分享, 其实呢,今次的主题经文是记载,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1到17节, 我估计今天可能我们时间缘故就不可以这样续节,这样续世纪, 不过呢,其实这些是记载,是耶稣基督的同期的门徒之间的最后的晚餐, 跟着呢,晚餐之后呢,不是说呢,哦,今天晚餐之后,大家在外面shopping, 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帮他们吃了晚餐之后呢, 跟着耶稣基督就在那里蹲下,跟着呢,为他们洗脚, 为服侍他们, 那这些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洗脚的时候呢, 是叫我们帮助我们去学习, 绑羊, 彼此来洗脚, 多谢主, 所以呢,其实最后, 这里有三四节经文我想读给大家听, 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我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亚当彼此的洗脚, 跟着十五节这样说, 我给你们作了绑羊, 叫你们招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受罗志敢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博人不能过帝国主人, 猜人也不能大于猜他的人, 接着, 最后一次, 你们既知道这时, 欲去行就有福了, 你帮你的旁边帮你旁边人说, 有福了, 怎样有福呢? 帮人来洗脚, OK, 我今天帮大家一起分享三个重点, 第一点就是讲到教属的大功, 第二呢, 洗脚的圣礼, 第三呢, 我们又讲到全城的脚踪, 三方面, 首先帮大家一起分享, 教属大功是redemption这个封面, 教属大功首先,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好好认识自己的身份, 接着, 也很明白自己的使命是怎样的, OK, 所以, 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雷的, 又要归分到神那边去, OK, 所以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的名字是将其的百姓, 又最终拯救出来, OK,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起来到这个世线的目的, 有人在《马帝尔方第一章》里面, 已经讲给我们听很清楚的, OK, 所以其实你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你的名字是什么, 是代表你生命中的意义, 以及你的使命, OK, 我帮大家讲一个见证, 我当年上学院有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其实是有残缺的, 其实行路不方便的, 所以虽然行路不方便, 你知道, 以前住在槟城的时候, 他的家里有很多的子女, 接着有很多都中到这个问题, 就是脚都不良于行, 就是不行得, 很方便, 就是不方便行路的, 所以当时基督不是信主的, 他心里面就很忧屈的, 在很多方面他很自暴自虚, 自暴自虚的, 接着在那个夜店里面玩, 在那里搞, 所以你知道这样的脚都不方便, 都可以这样的, 后来都要多谢主, 有机会来, 遇到一个宜中人, 什么宜中人, 很认识自己的身份, 你认不认识自己的身份呢? 第二, 耶稣基督也很坚定的自己的使命, 约翰花第十二章, 第三章一字这样说, 现在这世界受到散叛, 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OK, 接着耶稣基督加多一句, 是很有, 很够力的, 接着约翰花第十二章, 三十二字这样说,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举起来, 就要吸引慢慢来, 归我, 这些是代表耶稣基督, 他预自己, 被钉在十字架上, 接着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会吸引, 说多一次, 吸引, 慢慢来归给耶稣基督, 所以大家知道耶稣基督明白, 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死, 那你来到这个世界为了什么呢, 很多人说来到这个赚钱, 娶老婆, 慢慢慢慢这一方面的了, 不过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很清楚, 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死的话, 那你的思想就很大不同了, 所以普罗说, 因我们的死, 别人就能够生, 所以我们为了福音来摆上我们自己的生命, 是换取其他人的生命, 去耶稣基督里面被得着, 被建造, 哈利路人, 第二点, 我帮大家一起分享, 有一关洗脚的圣礼, 洗脚的圣礼, Washing of feet, 那这些是有关什么事服呢, 你打算是做大家的, 是所谓的毛巾的事服, 毛巾的事服, 是什么是毛巾的事服呢, 就是所谓的tower, 这样, 那我们东西查队有一个, 一个很有资格的, 很资深的牧师, 叫做盐以撒, 爱是盐, 盐以撒呢, 因为其实他的事服, 事工差不多超过50年左右, 是很有老资格的, 神的报仰, 其实每一个领袖, 一定需要有一个事服, 是所谓的毛巾的事服, 毛巾的事服, 究竟是什么呢, 我不想迷君子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分享了, ok, 接着, 约后十三章十七次, 你这么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虚行, 就有福了, 接着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那条手巾来捉腰, 接着呢, 把水倒在盘旅,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畜的毛巾来插姦, 我记得我教会呢, 开头教会那时就有一位弟兄, 在行李教会, 其实是其中有一个教会会有介绍的, 他也是帮城, 很有名的一个名校里面所毕业的, 接着, 他也是现在很多个大学的董事会的会长来的, 接着他也是马来西亚五百个名人之一, 接着最后一点, 是他圣经很熟的, ok, 收起来到教会之后, 就听我讲了几次信息之后, 他就说黄牧师, 其实呢, 你讲得很好, 我都想有机会讲到, 可以吗? 我就说, 讲得很好, 好了, 不过呢, 我首先我帮你, 我劝你一件事, 其实你很多谢, 有机会来我们的教会, 我们为人家按头, 按手祈祷的, 按头之前, 我们需要首先为人家洗脚, 按头之前, 首先需要洗脚, 哇, 基督是达到来的, 基督不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不开心呢? 叫做帮你洗脚, 那么骚髒了他脚, 我怎么洗? 所以, 其实洗脚有三方面的意义, 而帮大家一起分享, 第一点, 洗脚就和耶稣基督有份, 第二点, 洗脚是表明主耶稣对于, 每一个门徒的爱, 第三点, 洗脚代表, 主耶稣基督的真伯人的身份, 和他的榜样, 首先帮大家一起分享, 洗脚就和基督有份, 那什么意思? 就是好像我们父母, 是不是? 帮与与女之间的关系, 亲情的关系, 所以当父母离世的时候, 他会遗产, 就会被他的与女, 是不是? 所以其实, 我们和基督关系, 也是好像我们父母亲, 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天上有很多的产业, 接着我们帮来帮人不同, 是什么呢? 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很清楚, 以后你会在天上的了, 所以我们说再见, 哪里见, 天上见, 或者地下见, 天上见, 对吗? OK, 所以与基督有份, 什么意思? 有两个意思, 第一就是归入基督的死, 第二呢, 是怎么办? 帮主联合, 那归入基督死,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世纪那时, 是在进行着所谓的安息礼牌, Wake Service, 正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次, 岂不知, 我们这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死归入他的死, 原来是这样的, 基督需要首先死先, 是不是? 那些教的老子, 帮耶稣一起在十字架一起死, 一起死了, 接着呢, 洗了之后, 死了, 是不是? 死了之后, 跟着呢, 我们一起分生, 一起复活, 就这样的意思了, OK, 所以, 我们除了安息礼牌, 接着呢, 我们帮主联合是什么意思呢? 是结婚点离, 哇, 几开心的了, 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五次, 这样的意思, 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福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这样呢, 这些如同, 好像婚姻的结合, 这样, 我们不断地繁衍, 我们不断地繁衍, 所以我们与主联合的必定会怎么样呢? 结婚果子会影响很多的人, 你有计过吗? 其实你有信主到家座人来到现在, 你影响到多少的人? 你带到多少人信主? 你生命中最大最爱你的自爱是什么? 其实是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反省的, 如果我们帮助一席联合的话, 我们会结婚果子的, 福福恩斯, 我们多谢主, OK, 接着洗脚表明什么呢? 耶稣基督对每一个门徒的爱, OK, 耶稣基督当然对每一个门徒都有爱的, OK, 耶稣基督对每一个门徒的性格是了如指掌的, 他清楚知道是什么性格的, 虽然性格都很清楚的了, 例如那些是很急的, 做事很急的, 有些是慢慢的, 慢慢的这样的了, 所以你知道其实呢, 他知道不同个性, 也都知道有些是喜欢占别人便宜的, 所以他知道怎么带起门徒, 接着呢, 不管其实怎么样的性格, 全部能够都可以爱起地, 大家知道吗? 你认为很容易的吗?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所以我们带个团队都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 耶稣基督甚至为了埋出他的油带来洗脚啊, 你有想过吗? 现在坐在你面前的, 你为他洗脚, 那个是快要出埋你的, 拿到汤你, 隔你的, 那个人是不是? 你现在为他死啊, 我看不容易的, 是不是?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爱是这么深的了, 细脚也都是代表耶稣基督真博人的生命, 生命和继续榜, 所以耶稣基督的原则是怎么办呢? 大个服事, 小个, 小个, 大个服事, 那个小个, 听话呢, 我们是牵卑以为, 抢地位, 我们牵卑以为, 抢地位, 我记得呢, 我认识有一个,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MGA的, 这家很大的一家的教会在那里讲到, 讲到那时候, 我们就看到那个做招待的了, 接着要去外面, 派灯章, 接着呢, 就是安排人来慢慢进去, 他会在会堂里面聚会, 接着呢, 他牵卑就帮我说, 哎, 这个是挂牌公司的石头来的, 不过他很谦卑的, 他就嫁给我, 他就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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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 你看他那个笑容, 吸引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这就是谦卑来的, 兄姊妹, 牵卑是最强力的, 最有能力去征服人的生命的, 是真真的爱力的, 那我们继续来想, 洗脚的一个过程来的, 在我们圣经里面, 耶稣记得说很清楚, 当然洗脚的那种事, 每一个字都是行动的字, 是action word来的, 是很行动的字, OK, 离开的错位, 接着是振着, 接着是脱下, 站着主人的衣服, 接着他的毛巾就束起了腰, 接着倒水, 洗脚, 迷脱及老婆的脚, 接着抹干站着, 买 für豬的脚, 其实呢, 这些很多的动作, 你可以想象一下, 好像是一个主人, 是不是很有身分地位, 跟着拖在你的旁边, 接着呢, 他的工人, 好像个位置那样, 对不对, 哎呀, 主人给你饮, 给你吃啊, 这样, 怎么知道呢, 主人一下子站起来 接着说 你坐这个位置 现在我帮你 接着他随着站着衣服 站着那个很名贵的衣服 接着拿着手跟 帮他洗脚 如果是你 你做不做呢 耶稣是有天上的地上 民王之王 民主之主 这个专国是超过我们人间所有的地位的了 我记得当时我在台湾时房 那个教会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宣教的教会 所以我们经常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的人 来到那里做宣教士 学中文 所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韩国的短孙队 他们成本人来到教会 接着很敬虔 经常祈祷 有一次我记得他们就有洗脚礼 接着他们在旁边看的时候 他们哭了很漂亮的哭了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所以他们中间其实有些冲突的 所以造成他们的关系不和谐 所以他们的领队就决定这样的 叫他们一起来做一些洗脚 彼此的洗脚 我头一次见识到 原来彼此洗脚是这么够力的 不是单一把口说而已 真真是服侍别人 在那里服侍Kate 为Kate洗脚的时候 Kate不是顺便抓你脚 然后趁机会夹很厉害的 这样拍到Kate哀哀哀哀 不会这样的了 是怎样的 是真的真的服侍Kate 你知道那个脚是很骯髒流淌的 但是站得很愿意这样附对 我记得我见识到一件事 洗脚之后Kate 彼此的关系真的恢复回来 彼此拥抱感的 等于我们看到 其实耶稣基督的洗脚 在这方面真的影响到世世代代代的基督徒 所以现在我都是操练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关旦的时候 我离开我教会之前 我就来向丁家路侍奉 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弟弟还逃着他的儿子 所以当时都是从晚上十点到差不多十二点左右 过去十二点 我们就在一个教会的歌歌的大英尊卫 我们蹲下这样 现在过去的位置给他们洗脚 哎呀我们在那里哭 他说牧师你要离开了 我们见到教会这么久了 现在他们兴起了 他可以继续来做事奉 所以我心里面真的很开心的了 所以他们说牧师你不要走啊 我说我们其实前面还有使命的 所以我在那里我自己很清楚的 我太太在那里洗脚之后 帮其他洗脚之后 交换到夜闻 两点三点就怎么说 就是落红了 那时候其实快快去送到医院 跟着在那里没有什么休息 所以很辛苦 那时候的生产都很辛苦啊 不过看到真的做真的仆人 真的洗脚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名字叫做 Alex Landry Hamilton 这个汉美尔敦这个人 其实是一个西人 是美国人来的 其实美国的去国的缘分 去国的缘分 跟着是美国头一任的财政部长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有美灯 可能你会遭受人家的攻击 但是你绝对不会受到損伤 为什么 因为你能够住 他怎么弄你 你都不够住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是能够住脚的了 等着最后一点 大家分享 有关全城脚踪 全城脚踪 那是谁的脚踪来的呢 是耶稣基督的脚踪来的 圣经看马提法第九章 三十五到三十八字这么说 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 最会同旅 救愤人 宣广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并症 三十六节今次说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 目人一般 于是耶稣对木头说 要收那些庄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 你们都求庄家的主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家 但是 耶稣一生有三大工作 多谢主 靠神的恩典 我都是这么做的 第一 是广道和报道 耶稣基督在四周围 很多地方 有杀族 没有奉过四周围 广道 帮助人 带人认识天国 那我们有机会 我们存在很多个州 在那里广道 现在东马两个州 我都去过了 西马都不用说了 各个州都去过 广道 多谢主 有机会 很多教会里面 有报道会 接着也有教导 不单是广道 接着也有教导 有仇院教导 认会教导 接着和特会里面的 或者是主要崇拜里面的 广道 多谢主 有很多机会 去建立教会 接着第三点 医治适逢 耶稣基督做了很多 这一方面的了 帮助很多心灵 需要医治适逢的人 多谢主 我带到差不多 成四五个跳同顺住 带到很多人 他以前经历过很多的 真的心里很残破的 经过耶稣基督的爱 和医治和师父 他们恢复他们的人格 恢复他们的尊贵 恢复神所创造 他的原理的目的 多谢主 耶稣基督的眼 心和脚 耶稣基督是多谢主 他又结合了两个福 第一就是所谓的相福是福利的 第二是福音两方面 福利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服务这一方面的 所以福利和福音 相福 相福 相福不是相福 耶稣基督的眼 心和脚 耶稣基督的眼 看到两种人 第一 困苦流离的人 即是需要的人 那么 你们中间有没有需要的人呢 你的生命 你自己的形象很差的 或者很自卑的 或者很自帝的 都需要耶稣基督的了 所以 困苦流离的人 需要耶稣基督 接着耶稣基督看到第二种人 是工人来的 耶稣基督是所使用的工人 收中价的工人来的 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的 OK 第一 其实我们CBC教会 是一个很重视社区工作的教会 每一个中心都是有标志性的 所谓的服务的平台 好像我的同会 就做那个洗肾的 我们也都是书馆里面的 很多品格的课程 有些是做登参妈妈 有些是做个所谓的过动仪的 不同不同的时工 所以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负担 去参与本堂或者其他会堂 他们的社区工作 你不要让你的朋友说 那些微信主的朋友说 你只不过重视我信不信教 你对我的需要都不闻不闻 堕窿啊 不贵你啊 如果这样说你就不要啦 所以耶稣现在问你 你是需要的人 如果是的话 耶稣能够现在就满足你 生命中一切的宿命的需要 你的灵魂体的需要 OK 第二呢 主要问你中间的基督徒 你肯为我去吗 你肯为我去吗 耶稣基督要差你去帮助 那些有需要福音的人 做耶稣基督的脚 行脚 那耶稣基督都挑战我们 起来代祷 好像以前我经常会有 拿很多的宣教 好像有那个宣教日人 这方面是为了全世界 很多的美德之文 或者去祷告 所以耶稣基督叫我们 轻起来代祷 和叫他打防我们 那我们收割除了代祷之外 其实我们还需要好的训练 在这里顺便打个广告 我们冬天导院的SOM的 九月份到十一月份的 我们有深思的报道的训练 接着我们有很执实的 很多的所谓的专题的训练 训练 第一呢 好像职场的管家 怎样做职场释放 医治 释放 讨告 怎样做领导人 接着圣经的装备 宣教这方面的实质 装备 或者实展 这方面 还有国道观这方面 多谢主 这方面真的帮了很多人 很多教会復兴 接着开到教会 因为当年的训练 我以下这一张的PowerPoint 希望你可以拿到你的相机 或者你的手提电话 拍一下 拍一下张 OK 这就是我们的电话 和各个网站 email 和各人的电话 千万不要半夜 打电话给我 所以大家的主要 其实呢 耶稣基督 是次能地给我们 是出去做见证的 耶稣基督说 在圣灵的光灵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必要宰 耶路撒冷 犹太和萨埃利亚 直到地击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那么地击当时 耶稣基督还没去过 所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成为他的脚 走出去 接着不是你自己 自己走出去 耶稣基督帮你同行 是你老爷 帮我旁边 一起开发一下 一起同行 赞美主 所以耶稣基督不单 意义自己去 祂都带领 和挑战祂的门徒 一起去 去到更加远的地方 祂的脚踪 遍布 什么地方 我们圣经的华里 试图去到什么地方 北非洲 埃及 欧洲 不在那里 是小瓦 小瓦 还有印度 那么多的地方 那时候 也没有车 什么都没有 是用两条脚 走路 所以 其实 想帮大家 回去的见证 在那个MCO的期间 其实 很多人都在 在家里面 没什么做 对吗 包括 我们东年神学院的会长 Jeffrey Wong 他之前是 黑社会的大哥 做片碗的了 多谢主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有机会 回到 常立的家 接着 不单是 他忧欲得到 依止来 他的败习惯 予得到释放 接着有一点 他为耶稣基督 射明 摆上自己的生命 所以 在那个MCO的期间 他们有机会 向国家摩生 这样的地方 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们等一下 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 在哪里 国家摩生 是 摩生 king 摩生王的 出产地 那个地方 那在那里 吃榴槤 在那里做什么呢 我给 几张照片你们看看吧 大家看看 那个警察局 是IPD 《关摩生歌》 肤色 不分种族 哇 这里还有一张 是跟他们中央医院的 里面很多个面诗 护士 他们一起的同工 他们就没去 不过呢 他们这一帮的基督征 和东宁后友会 一起配搭 那里有钱 出钱 有力 出力 接着呢 监巴伦那里 都有那些菜籠 是不是 他们将很多的青菜 都是送给凯莉 在那里派 不过凯莉会报分他们的 就是 Jeffrey Wong 他们报分他们的 和政府一起合作的 做好伦胜的工作 好沙玛利人的工作 哈利路呀 带兄姐妹 接着准备做消毒的 不过凯莉会报分他们的 不过凯莉会报分他们的 在哪里呢 关帝庙里面 那个庙团里面 跟着有那些 那些 那边茶坡 是不是 在那里 射消毒的啦 最后帮大家讲一个见证 我们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我这一排其实 读这一本宣教日忍的时候 一直用 你要祈祷的时候 不得只看到 整个世界里面 里面有那么多的需要 很多需要 我们还没祈祷到 到那个地方的 所以 这是有关香港的 范张秀明师母 其实是宣教日忍的 所谓的 发行人 所以是这一方面的 所以在MC的期间 其实很大的感动 特别为了 印度这个民族来祈祷 印度你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民族 在祈祷的时候 他很 很伤心的 为了这个 广大的 地方 都是没有什么福音 在那里传递 他很忧虑 在那里祈祷的时候 他在帮耶稣说 耶稣说 我怎样参与你 圣参当时的苦难 和你的苦痛 我怎样参与你的苦难 接着他在祈祷里面 在祈祷的时候 在祈祷里面 他望见耶稣基督 拿去的杯 竹祭 接着帝 帝离 帝离说 帝离谁呢 门徒 耶稣基督给了谁呢 给了约翰 约翰给谁呢 彼得 彼得给谁呢 安德烈 安德烈给谁呢 雅各 接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那个杯帝离谁呢 给了那个 张寿明师母 接着呢 他喝了个杯 他转身上 帝出的时候呢 那杯帝出的时候呢 发现到一整间屋呢 全世界不同族群的人在那里 他们的眼都是看着 耶稣基督的杯 他说当场在那里 很大的震行 接着呢 他说主的杯 到现在还在传着 还没传辨 整个桌子 整个桌子 还没传辨 接着耶稣基督说 既是我立弱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你不要只是领受 去传白 去传白 等姐妹 民族都是现在 盯着耶稣基督的杯 很多人还没信主 你知道没信主的结局是怎样的 但等姐妹 你的杯已经传了出来 带出来 等姐妹 我来到大马这里 宣教二十五年 有机会在这里 不同的种族 传回到印度人 华人 讲英文的 讲不同话的 跟着阿斯利都有的 有机会带回他们去信主 真的 我好像帮耶稣基督在那里 踩跑那样的了 时间真的很大 我知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 是很快的了 所以我传那个杯给了我们大马的人 你传给你的亲朋职友没有 你传给你的同事没有 你传给那个隔离鱼舌没有 你传给你的隔离那个酒没有 registration 你传给你的隔离鱼 能隠给你的隔离的菜 真的 真的 會听到 有没有呢 等姐妹 整个西马和东马有机会 我在很多地方说到 真的 上一年 去那个 纳达都在那里说到 宣教认助一三天在那里说到 了 在那里袋里说到 我们当时yes 去圆住民 少数民族 等于我们都在那里有机会 其实都是探访他们的外奴来到那个地方 很辛苦很体谅的 在那里传给他们 在那里传给菲律宾的人 他们在那里 赞美主 所以在很多地方 等知会 你的杯带出来没 传给他们没 你传给了马来西亚的外国人没 你不用传给我了 我信了主 甚至上帝会带你飞出去 好像我这样飘洋过海 好像我这样的 飞出去 感谢主 我们教会有幸福小组的群体报道的策略 其实很多人不会那么害怕 因为大家帮我们一起的 一起传福音 看到很多人信住 我们当然多谢主 我们有一支掌声给我们住 哈利路亚 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一天 可能不是用这个策略 不是用幸福小组 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 用不同的策略 那是不是你就不传给你呢 简直不是了 其实就算有一天 改变方式 那些一样可以传 你可以继续带那个杯 传那个杯出去 传给人家 将圣灵的火 在你的生命中燃烧起来 将你的爱火 是耶稣基督的爱火 为灵魂的火 再一次传递出去 将幸福传去 哈利路亚 带美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来做一日祈祷 赞给主 我们中间的朋友 或者弟兄知名 你有需要吗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 你现在可以 马上来到主的面前 祷告 确梦的主就为你开门 哈利路亚 你认识耶稣基督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基督 现在你可以开声 帮我一起祈祷 我祈祷 你要跟着我祈祷 主耶稣基督 我多谢你 我以前我不认识你 我是流浪 在外面的狼子 主有很多的需要 你一方不需要求你帮助我 帮助我 因为有耶稣基督 就会经历到 你有真有没的 你的实际 多谢主 但姊妹还有第二点 你是否是上帝的工人呢 你愿不愿为了福音 为了微得知民的民族 来祷告呢 全世界都是监督人 不单是唐人而已 OK 所以你愿意开始 在你的生活中很谦卑的服务人 来见证 福音好像我们光摩生的 我们那个校友 他为了那个玛丽人 为了他们的小 为了他们洗脚 帮助他们将他们饭吃 什么呀 打包很多东西给他们吃的 这些不容易 三千个家庭 你知不容易的 不过呢 只要你愿意 耶稣基督现在 立刻会加剔量给你 不管是华族 或者不是的 记得 慢慢现在都是 望着耶稣基督的杯 那个杯现在还在带着 现在还在传着 只要你愿意 圣灵的能力 现在 立刻会南到你身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圣灵的能力 南到你的身上 你会尝耶稣基督的 服务 和福音的见证者 哈利路亚 我问你 祈祷耶稣基督 主啊 你将你的福音的使命 很坚定地 执根在我们中间 每一个基督徒身上 让我们知道 我们活着是为了福音 耶稣基督的名字 是为了慢慢 牺牲你的生命 要我们愿意 跟随你的脚踪 我们成为你的手 和你的脚 求你听我们一起 同心为你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放耶稣基督的名字 一起说 Amen 哈利路亚